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结构转型成为了众多国家关注的焦点 全球新能源发展是非常迅速 而作为新能源汽车最大的市场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是持续增长 这也预示着新能源汽车 进入到市场化发展的新阶段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都会为您详细来分析和关注 首先还是来关注 在今天亚洲主要股市的收盘情况 今天护身股市是出现了一个 全线大涨的局面 受到了俄乌谈判出现突破性进展的激励 护身股指集体高开之后 在午后开始出现了一波急剧的上升 那么护指最终是收报在了3266点 上升的幅度已经达到了1.96% 那么在深圳市场 今天表现比较领先 深城指最终是收报在了12263点 上升幅度为3.1% 非常的可观 再来看香港股市 在今天崇尚22000点的大关 之后是维持在一个高位不断的波动 而在午后最多上升达到了463点 恒指最终是收报报在了22232点 上升的幅度达到了1.39% 那台湾股市在今天同样出现了一个攀升 攀升幅度为1.09% 同时这也收复了五天线和半年线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亚太区其他一些股市的今天表现情况 相对来说日本股市今天的表现不太好 出现了一个下跌 下跌的幅度为0.8% 盘中的时候曾经失守了28000点的大关 我们再来看看韩国首尔股市 今天则是小小的出现了一波上升 上升的幅度为0.21% 接下来我们持续再来关注 中国央行上海分行 最新印发了上海信贷政策的指引要求 对于受疫情影响的行业领域 加大金融支持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并且做好房地产项目并购金融服务 不过受到了疫情散发的这样一个影响 内地不少准备上市的企业 推迟了他们的IPO计划 根据《内地证券时报》的报道指出 由3月21号到29号的9天当中 沪深交易所陆续有71个IPO项目 宣布进入到终止审查的状态 其中科创版有15个 创业版56个 还有3个主板项目和5个北交所项目 理由基本上都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也阻碍了禁止调查和信息收集 以及需要更新财务资料 那么《证券时报》也估计 这批IPO项目暂停可能会推迟 价值600亿元人民币的募资计划 俄罗斯财政部在周二发出了一份声明 表示一笔于4月4号到期的 俄罗斯联邦欧洲债券 将会以卢布来支付 这份声明当中也指出了20亿美元的 俄罗斯主权 欧洲债券 本息将会以俄罗斯央行的官方会价 以卢布来支付 但是这笔在2012年发行的 欧洲债券条款规定 必须是以美元来偿付的 目前还不清楚 不愿意接受卢布的债券人 将如何来处理 那么分析指出 俄罗斯的举措呢 就是为了防止债务违约 并且稳定卢布汇价 那么同时也协助 无法接受美元付款的 俄罗斯债券持有人 能够获得偿付 另外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还表示 将会在3月31号的期限之前 制定切实可行的安排 让外国企业用卢布支付 天然气的费用 至于在亚太区内 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一块来了解一下 由于近期政府债券利率上升 韩国银行贷款年利率 自2011年以来 首次飙升至6%的水平 韩国有利银行的 有利公寓贷款利率 从昨天的4.1%上升到6.01% 其他银行类似产品的最高利率 也接近6% 分析指这反映了过去三天的 五年期国债利率上涨 预测未来进一步加息 可能会加速市场利率盛行趋势 日本参议院今天通过了 警察法修正案正式成为法律 网络警察局将于4月1号起 在日本警察厅正式创设 将全国列为管辖区域 作为国家机构直接办案的 网络特别搜查队 也将在同一天成立 加强处理重大案件的能力 2021年日本查处的网络犯罪案件 首次超过1万起 索要赎金型电脑病毒勒索软件的 受害报告大幅增加 俄罗斯是全球化肥主要出口国 同时也是泰国第三大 进口化肥来源国 文物冲突爆发以来 化肥价格一路飙升 部分化肥价格已经上涨了三倍 推高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同时也导致泰国农产品供应链 遭受冲击 食品价格上涨 为保护农民利益 泰国政府出台了 化肥销售限价政策 同时农业部也抓紧制定应对措施 包括鼓励生产和使用有机肥 减少化肥价格暴涨的影响 在过去的一年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产销规模是持续增长 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发展 迎来了新的局面 从全产业链来看 新型储能产业以及芯片制造领域 依旧是基础的制高点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未来 还面临哪些机遇和导战呢 在下一节我们将会邀请到 招商基金的资深策略分析师邓和全 一块来详细解读 上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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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来关注 2022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汇 2022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汇论坛 3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 论坛的主题是 迎接新能源汽车市场化发展的 新阶段 那么在良好的势头之下 如何更好地将汽车产业发展 和全球减碳行动 可再生能源发展 以及信息技术 还有智能技术的创新等领域 结合起来 成为了这一节论坛的核心内容 先来了解一下 2022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汇论坛 3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 本届论坛主题为 迎接新能源汽车市场化发展新阶段 近年来 全球新能源汽车迅速发展 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双双超过350万辆 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 均同比增长1.6倍 市场占有率为13.4%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为293.98万辆 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45%排名第一 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持续增长 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接受度日益增强 预示着新能源汽车进入市场化发展新阶段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刚 在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 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有三个明显发展趋势 分别是销量保持高速增长 渗透率持续提升 以及汽车以高质量发展 他提到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突破 新能源乘用车基本上实现了 车联网功能的全覆盖 高等级的自动驾驶也进行了示范应用 此外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燕修在论坛上指出 统筹布局是新能源汽车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发改委将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 依法依规加强窗口指导 例如引导重点地区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技术创新方面 他透露 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 研究制定促进动力电池产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 还指出 2022年开始 中国全面取消汽车领域外商投资限制 对外开放不断深化 为目标 着力提升产业国际化水平 另外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辛国斌在论坛上表示 关注当前动力电池原材料大幅涨价问题 要适度加快国内资源刊发进度 打击同货 炒作 推动关键原材料价格回归理性 受到利好消息带动 锂电池 锂矿概念板块 今天盘中强势拉升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招商基金资深策略分析师邓和全先生 和我们一块来探讨 邓先生您好 邓先生我们关注到2021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占率 基本上已经达到13.4%了 可以说已经进入到市场化 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了 全球传统能源价格在大涨 以及能源结构的转型 这是不是会为接下来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呢 好的 一般行业的发展 会经历从导入期 到快速的成长期 以及到平台期的几个发展阶段 相应的渗透率 也会从低到高 逐步提升 那么这个渗透率的提升过程 一般会遵循 大家所常听到过的 S曲线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这个渗透率 突破10%的时候 一般会呈现一个 加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那么当前的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 市场率和渗透率 在我们中国已经提升到了15%左右的一个水平 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 未来整个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 可能会呈现一个加速的态势 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一个情况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就是过去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发展 更多的是靠政策驱动 那么随着这几年 整个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 慢慢的开始过渡到整个的消费的类生的驱动 过去也主要是依靠这些公共领域的新能源汽车 包括网约车和出租车的这种销纳和发展 那现在逐步的过渡到了这种私家车的这种中端的消费需求 所以从这个过程去看的话 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消费市场 正变得越来越扎实 越来越具体 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的产销规模 是逐年的上台阶 从2020年的100多万辆 到去年的350万辆 将近1.5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速 再到今年 我们预计可能会达到500万辆的 2022年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产销规模 也就是在去年一个非常高的基础下 今年仍然有望维持50%左右的一个同比的增长 第二点就是整个的一个新能源汽车市场 在整个的保有量上 仍然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目前新能源汽车的保有率不足5% 整个的一个咱们中国市场的 汽车的一个保有量大概在3亿部左右 那么新能源汽车目前的保有量 只有大概不到1000万辆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保有率的一个提升 也仍然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去放眼全球市场的话 那么这个里面 新能源汽车 特别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企 仍然有大有可为 目前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2021年我们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企的出口数据 大概是在30万辆左右 那么全球整个的一个全球市场 整个的汽车的整个的一个保有量 大概是在21部左右 那这样的一个数据对比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虽然中国的车企的出口的数据 同比实现很高增长 但是这个目前的这个总体的绝对数量 这个仍然占比的是非常低的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如果中国的新能源车企能够借助于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技术 实现弯道超车的话 那么这个全球的这个市场的份额和空间 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可能 是 那邓先生 我们从新能源这个汽车来看 新型的储能产业以及汽车芯片的发展 可以说新能源汽车 能否发展出来的一个核心领域了 那么从产业链来看 哪些环节可能会成为 未来投资的一个重点领域呢 好的 新能源汽车产链 非常的庞大 那么这也是一个数万亿的 这样的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市场 从整个的不同的环节去看的话 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可以去关注 首先就是新能源汽车本身的 它本身的一个产业链 从上游的资源品到中游的 我们说的中游的新能源制造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三电 电池 电机 电控 再到下游的这个整车的环节 这是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本身的 这样的一块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还有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储能的环节 因为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普及 那么整个的一个电网的销纳能力 其实是面临了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相应的这个储能电池 也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这个储能电池从这个发电端到电网端 再到这个用电端 都是有一定的应用空间 比如说现在国内的头部的 新能源电池企业 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储能的一些业务 和海外的这样的一些订单出来了 那第三个就是涉及到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 我们说电动化跟智能化 基本上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普及 智能化的程度 也会逐级的一个提升 那与智能化相关的 这个相关的细分产业 也包括很多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汽车电子 一些这种不同的一些智能算法 然后一些软件 操作系统 这个半导体芯片等等 以及还有一些涉及到 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连接器 传感器 这个雷达等等 这一些也都是可以关注的环节 那么最后一个方面 就是涉及到我们说的 这样的一个这种联网化的 这样的一些环节 因为随着电动汽车的 电动化和智能化 那未来也会趋向于往自动驾驶 等这样的一些更高的 更畅想的这样的一些体验去发展 那如果要想实现智能驾驶的话 那这一块对于道路的一个建设 和基础设施的一个铺垫 也是其中可以关注的相关环节 那等于其实说到新能源汽车 目前我们还发现 已经开始出现纷纷涨价的情况 这是不是会影响到市场上的一些需求呢 特别是我们目前来看PPI 就是上游来看仍然是在这个高位当中 虽然是在下行通道当中 但是上游的成本 会不会间接地转加到下游来呢 好的 确实就是现在的话 大家能关注到新能源车企 出现了一个提价的现象 那么有一个基本的结论 就是这一些新能源车企 的这样的一个提价的动作 确实会对下游的需求 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目前总体来看 就是总体的影响是可控的 差别在于对于不同品牌的 这样的一些车企 会有一些不同的相关的一个影响 那么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当前的这个提价行为 我们说现在的新能源车企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消费 它慢慢的是有偏向于这种 普通的这样的消费品的一些属性 就是面对如果我们把新能源汽车 比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品的话 大家都知道 我们作为这个中端的需求的这种客户 我们如果要为一个商品买单 如果这个商品提价 我还愿意去买的话 那往往取决于这个商品 包括像新能源汽车也是这样 这个车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和竞争力以及品质如何 这个是我们说的影响提价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了解到 现在新能源车企的一个提价的金额 总体还是比较可控的 从5000元到2万元不等 那同时目前提价的车型 主要是以20万级以上的 这样的一些中高端的车型为主 那这样的一个提价的金额 在整个购车的一个购整车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成本占比当中还是比较小的 那同时对于这样的一些中高端车型的消费者 他们对于这个价格的敏感度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相对也是比较能接受 那第三个就是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这样的一个售价 其实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数据 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上游的资源品在涨价 倒逼新能源车企要去这个提高价格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的就是 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销量的一个扩充和增加 其实这些新能源车企的这种制造成本 规模效益会出来 相信会带动整个成本的边际的一个下行 那还有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关于新能源 这种电池技术等不同技术的一个革新和迭代 这些都会起到一定的降本增效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从以上几个方面去看的话 目前总体这个提价的影响是比较可控的 那么具体对于中端的一个消费 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们需要去这个动态的去跟踪观察 那另外就是刚才有提到 关于整个成本转移的一个事情 其实现在今年的整个上游资源的 这样的一个涨价是非常厉害的 像这个电池机的汤舱里 从21年初的5万涨到了现在的50万 这个反映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 供需挫费的一个现象 那么成本转嫁的这个现象 已经目前正在发生 之前特别是像去年的时候 主要是这个上游的资源品的这个涨价的压力 主要是在这个中游端进行了消化 主要是这个电池产家和这个新能源的整车产家 是没有顺利的去提价的 那么到今年这个成本转移 逐步地从中游过渡到了下游 也就是说从这个电池端到整车端 然后再过渡到了这样的一个消费者端 好 特别感谢邓和全先生 今天给我们做出非常专业的解读和分析 非常感谢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2022年全国两会已经为今年的 中国经济增长是划定了目标 在接下来如何让经济能够平稳 持续地运行下去 还有哪些方面可以成为发力点呢 稍后我们将会和中英香港首席经济学家 鄂志环博士一块来探讨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在今年的两会当中已经被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定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那如何保证经济能够平稳地向这个目标发展 还在哪些方面有着更多的发力点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英香港首席经济学家 鄂志环博士和我们一块来探讨 鄂博士您好 我们关注到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提出了5.5%左右的增长目标 并且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您认为这会在哪些方面体现 还有基建投资是否会成为一个核心的发力点呢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5.5%这样一个增长目标 的确是一个稳增长和就业优先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考量 从具体数字上看 我们认为5.5%是市场主流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上限 这意味着它比去年的全年增长要稍低 但是又比去年下半年的增长有所加速 体现了一个保持中长期增长目标连续性的这样一个考虑 同时这样的一个目标设定也体现了政策制定部门 对于2022年的内地经济增长是有足够的信心 以及有充分的一个政策区间来推动这样的经济增长 那俄博士为了给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一个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货币政策您认为是否有进一步放松的空间呢 货币政策上的确就是在今年的新的形势下 强调货币政策更加以我为主来积极有效的稳健的来推动经济增长 那我们看到货币政策既有总量的功能 同时呢也有结构的功能 就是说在不搞这个大水漫灌的前提下呢 来满足实体经济对于这个合理的融资需求 和有效的这个市场的运作 那么从这个角度呢 我想货币政策呢也更加强调 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缓解的金融支持 比如说小微企业科技创新行业 以及绿色发展等行业 那么从这个政策空间上来看呢 内地呢仍然也有降准或者降息的这样的一些区间 可以更好的来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 恶博士我们还关注到 今年两会还释放了哪些有关政策方向的信号 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呢 好的 两会呢释放了很多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的取向 那我们看到呢一呢是财政政策啊 在强调这个效能的提升 从财政收入的增长 以及这个支出规模的扩大上呢 都可以对实体经济呢 发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 从数字上看啊啊 像财政支出规模比2021呢要扩大2万亿人币以上 然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呢也增加了1.6 1.5万亿啊 这样的一个水平呢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更好的带动有效的投资 来发挥这个政府资金对于这个私人个人私人投资 或者民间投资的这个撬动的作用 有效的推动经济增长 然后从具体行业上看呢我们比较关注呢 一个是对于房地产行业 那么在坚持房住不炒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啊 不把房地产呢作为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 但是呢要继续呢落实好房地产的长效的机制 来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市场 来更好的满足购房者的这个合理的住房需求 以及群众的住房需求 同时做到这个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准确的把握和实施 房地产的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因成失策更好的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这个呢是对未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再有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呢 这个两会也提出呢要加快实施新的减税降费的举措 和信贷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对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呢 加大扶持的力度 甚至对一些低收入的这个纳税人呢 来暂时减免增值税 以及对于小微企业呢 在税收上呢给予更多的优惠 来发展普惠信贷激励 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就是从根本上呢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问题 好的 今天特别感谢 鄂志环博士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